梁武帝萧衍崛起于南奇末年 他在当时的乱世当中 如何披荆斩棋灭南奇昏庸政权 有一段相当不可思议的过程 他在起兵几年前就预料到了政局的发展 开始秘密策划准备 萧衍派人伐竹沉木直到一年之后 再派人去湖中打捞事先砍发好的竹子与木材 下令数千名的工匠在最短的时间内 建造战船最终顺江而下 一举改朝换代建立萧梁 建立了梁朝三年之后 他下诏宣布自己放弃原来的道教信仰 皈依佛教 由于梁武帝多次到同泰寺舍身 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宫 大臣甚至付钱替他赎身 猴井之外的时候梁武帝 即使猴井一开始有送东西给他吃 但听说梁武帝有两种传说 一个是后来不送了他就把饿死 第二种传说是我送了 可是我没有吃 因为我想要成这个佛 也许喝油 因为当时有时候情况就是把油喝一喝 后来说全身都是这个油之后 点火把自己身体烧成这个样子 然后涂上金箔 尤其因为这样的传说跟做法 所以梁武帝多次选择了自己饿死之情 小妍就突然下了一道命令 说是这个到山上 大家到山上去砍竹子 砍木头 砍下来也不用 统统都丢到湖里面去 不懂 一般人都不懂是怎么样一回事 后来果然一年多以后 他宣布我要革命 那个齐的皇帝太乱七八糟了 我要清军策 那么所以呢 但是这个要有鼓励 那当年砍下来的那些竹子木头呢 就刚好拿来坐了很多船 就沿着汉水沿着长江 浩浩荡荡 沿长江而下 前方发现大量战船 就杀到了这个现在的南京 所以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朕的天下 其实他说拿去就能拿得去的 南齐皇帝肖宝隽倒台之后 继位的肖宝荣 就成了被萧衍掌控的傀儡皇帝 皇帝 罢了罢了 皇帝 让给他吧 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 媒父可是大义灭亲 说皇的这一舅好吗 朕赐东宫 应远等不得随意出入 包括太子 公元502年的某一天 萧衍前往登基大典 在马车上 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安 因为他知道这个皇位 名为善让 实则篡夺来的 后来有一天在朝堂上 他突然问满朝大臣 都说军权神兽 可有什么证据吗 这时候一位擅长奉承的大臣 站出来说 陛下 萧氏先祖 当初从山东兰陵迁到江南 萧家所在之地乃龙脉之所在 这位大臣在地图上指着燕城 一会说像是八卦图 一会说像是神规 把燕城说得很神奇 这三城三水形制的燕城 为什么是神规的化身 要追溯自商周时期 传说中 当时的燕族 为逃避大屠杀南下道的长江边 正愁眉不暂时 突然出现一只神龟带大家过河 那一路奔 奔到江南荒地沼泽这个地方 那已经有点累垮了 所以他回头一看 好 并无追兵了 这就放下心来 可能也正因为放下心的筋疲力静之后 没多久就身亡 那死掉的时候呢 是全身沉到土里面 结果呢 表面上就只剩下一只乌龟的形状 梁武帝听大臣说的燕城 这么一段神龟护佑的典故 龙岩大岳立刻下旨 在燕城旁边建家庙 这个燕城它算是风水宝地 它就曾经在今天 就是江苏常州这个地方 盖了一个寺叫保陵禅寺 因为你建寺庙总是要钱嘛 那你建寺庙是有功德的嘛 所以这个功德要回向给神 就会回向给梁武帝他的父母 那后来的人就推测啊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父母为父母积德 然后所以福应子孙 那因此梁武帝 第一他说明很长嘛 然后第二 其实他算是梁朝的 我觉得算是伟大的君主 梁武帝自认为有龙脉保佑 从此更加历经同志 每天很早就起来批奏章 武今天就起来 春夏秋冬都一样 甚至连冬天很冷 手都冻伤了 也是一样造起不悟 而且据说他还非常的节俭 那他呢在史书上记载说 他三年一罐两年一备 也就是说他的头上的冒罐呢 三年才换一次 他所盖的棉被 至少都会盖两年 而且据说他还非常的节俭 那吃呢没有大鱼大肉 全部都是青菜豆腐 那甚至呢 忙于正事的时候 有时就是几口粥就解决掉了 这样一位秦正爱民的皇帝 突然之间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公元527年的一天 同太寺前 大臣们又跪又哭 因为梁武帝脱了黄袍 跑去舍身了 说什么都不回宫 皇帝一跑到庙里面去舍身 历史记载 诗次都一样 包括皇太子 皇后 嫔妃 朝廷里面的文武百官 甚至于说是 一些京城里面的老百姓 一听说了 大家就开始凑很多钱 最高一次是两亿 相当于两亿个铜钱 普通的也要一亿 这样好几次 然后就说是我们献给这个庙 然后把这位我们的皇帝 给赎回来 用的字是赎回来 赎回来 四次 潜心向佛的梁武帝消炎 还定下汉地僧人 敬酒肉的戒律 这也成了华人社会学佛者 吃素的由来 此时佛教的南梁 有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萧衍到底有没有 跟菩提达摩见面 成了千古之谜 风吹凌冬 依我看 是皇上的心爱动 大师所言极有道理 不往这 跟你相见一场 贫僧身在远方 造文梁朝君主 有菩萨皇帝之称 我随航海而来 也是为了广传佛法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始终是一个传说 那达摩到中国来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是真的 他们都是从印度那边坐了船来的 所以说达摩到中国最早是在现在的广州上的岸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最早是在广东那个地方 他们都是一样 来了以后就要开始学中文 然后跟当地的这些出家人 那些僧侣有些接触 那然后在广东这个地方呢 待了一阵子以后 他就开始往其他的地方跑 那达摩也到过浙江 然后呢 听说了梁 世间的传说就是 他说听说梁武帝从佛于是就去了 你来的真是好 自朕登基以来 修佛寺造佛像 抄写经卷供养僧侣读术术 但问大师 真有何功德 无功无德 这好比随行的有 说是有 实际上却是有 那么做什么样的事 才算有功德呢 洁净圆满的得道者 才算有 菩提达摩说你根本就没有功德 所以说两个就谈不拢 最后达摩就一尾过江 什么等等等等 那这些所有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老实说我们都太清楚 但是呢 我认为达摩或许应该跟梁武帝见过面 为了江山有故 他倡导中英 让臣子誓死效忠 却无法让儿子们团结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之间最后一次谈话了 你就真的不能告诉我是我 你是真的第五个儿子 你的生母是响品 儿 知道吗 杀了我 杀了我吗 女王谋逆 拖出去 离战不赦 小眼重视笑道反对宫廷杀戮 皇子们的夺敌大战 却一次又一次把这位老皇帝卷了进来 梁武帝晚年一心向佛 亲力资助佛教发展 导致国库空虚 据传此时皇宫内正上演着皇子夺敌的戏码 广告之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说起杀兄夺敌的皇位大战 千百年来父子或者是兄弟反目的大戏 在中国的宫廷当中轮番上演 传说当中梁武帝消炎的晚年 也碰上了类似的状况 南梁三王夺敌 到底有多么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呢 此外梁武帝潜心向佛 晚年荒废了朝政激化社会矛盾 此时东魏大将侯景 因为和政敌高欢不和 转而投靠了梁朝 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 但是侯景为人阴险奸诈 他看到皇族矛盾 认为有机可乘 于是发动政变 结果如何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一个奇珠亲王 朝廷上下谁也不知道 这将来的皇位 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的 那六皇子萧伦 一向跟三皇子萧刚不合 那再加上梁武帝年事已高 那两个人都对地位有野心 那因此呢 就开始了皇位争夺战 京王天心不善权谋 用厌倦权威之争 夺地是何等凶险之事 以他这样的性格 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 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豫王呢 不是还有我吗 这些痛苦和罪孽 京王承受不了 就让我来背负 那些阴暗 沾满鲜血的事 就让我来做 本宫是一步都不能后退 第三个皇子呢 其实他在政治的谋略跟武功 才干上并没有非常地出色 究竟他有什么能力 一 因为他的妈妈是月桂妃 月桂妃在当时算是受仇的 那个嫔妃 那所以妈妈这个部分 占有一个优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算是谋略之事 那他们称作麒麟才子 在他们当时就说 因为这个老三 他得到麒麟才子的帮助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但这个麒麟才子究竟是谁呢 在证史上啊 这个麒麟才子是从 齐就南朝的齐到南朝的梁 这段时间非常有名的 算是方外的高人 那他的名字叫桃鸿井 每次梁武帝有什么大事啊 他一定都跑到山中去 向桃鸿井请教 所以这个桃鸿井有个绰号 叫山中宰相 传说中 此时的梁武帝为了控制在南静的军事实力 有了一场政治联姻的安排 这也是他的三子六子与七子夺敌大战的引爆点 那在当时中国的四川云南这一带 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芬 那因为这一个芬族它有十万大军 所以对于当时的南朝 因为上面有北方的北魏这些外敌 然后其他南边的一些小国家 所以十万大军是很重要的一股势力 梁武帝为了要拉拢芬族的这个势力 所以他就把芬族收令 有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一个 一个贵族之女 然后就有请进攻 要在这个迎奉楼下 打一座公开比武的高台 只要是年貌相当的求亲者 皆可以参加武士 前十名优胜者才进入文士 你看如何 文士的结果 就是陛下为我选序的结果吗 朕帮你选出三甲 最终是谁雀屏重选 承开你的意思 所以各路人马为了夺得 这个西南领袖的芳心 密谋使用一种催情要情思绕 我跟你说 情思绕这种酒 我已经听说过 它有催情的效果 而且女子单单服用一杯 就会四肢无力 立即神之不弃 情思绕这个东西 后来她就是岳贵妃 她先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她就想说 如果在郡主的身上用情思绕 她就会跟我的儿子生命组成手饭 那我的儿子 就是再也不会有人动摇她太子 就是将来争太子地位 另外一方面皇后也想要 果不其然就是皇后她设宴 然后请了这个郡主来吃饭 然后那个当时 因为岳贵妃比较受仇 所以她也知道岳贵妃的儿子 想要夺皇后 太子之位非常的激进阴阴 所以这位郡主她比较如今 岳贵妃的举动 然后她反而疏忽了皇后 那没想到最后皇后 是皇后下的那个情思绕的药 所以她在席中还是不胜中招 儿臣参见母妃 参见娘娘 郡主 郡主 你没事吧 然后不胜中招之后摇摇晃晃 快要就是快要被 就是生命组成手犯的时候 蕭毅她就带着人进来 救了这个郡主 那后来救了郡主 等于破坏了皇后的大忌 所以她非常的生气 那在情急之下 这个蕭毅为了要脱困 她只好先挟持那个六皇子 就是皇后生的儿子 叫做蕭伦 所以她只好挟持她一酷自保 朕还不知道你吗 不过你所说的吗 也在情理之中 今日没有出事 竟全靠你的机敏 这是景言 以下范上 携太子为志 胆大妄为 一律应该严惩 陛下 父皇 景言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 请父皇开恩 那后来呢 皇后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很生气 可是她又想趁这个机会 一并扳倒月贵妃的势力 所以她就跟七皇子 就消逸这边联合起来 然后把这件事 全部栽赏到月贵妃的身上 越是无德 轻为卑令 难为功归所容 自即日起 只得贵妃之好 浙江为平 一切礼遇虽减 一举清理愿 犹必思过 无职不得杀出 那秦司绕一世呢 萧伦是最大的获益者 一来呢 皇后扳倒了月贵妃 那萧伦居首宫 那二来呢 她也对云南首领分事 给了大恩情 那三来呢 她也算是给萧毅人情 所以她什么都没做 但是却一举竖得 可是这个时候啊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桃红锦啊 她究竟想要 比较想要让哪一位皇子 继承大统 其实她心里属于的是七皇子 叫做萧毅 萧毅呢 其实本身呢 出生并没有机会去 担任太子之位 也就是说她与皇帝之位 是无缘的 那后来呢 萧毅呢 借着侯己之乱 做大自己的势力 然后在老皇帝 号召大家秦王的时候呢 他又故意慢吞吞的拖 结果这一拖 就让父皇跟兄长设险 当年你是怎么爬上王帝的 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俗话说 乌漏偏逢连夜与皇子夺敌的世界还没有平息 萧衍却引狼入室 引发了侯警之乱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西元549年来自东魏的 祥将侯警发动兵变 只带着800个不怎么样的残兵叛将 竟然就攻进了建康城 许多皇族宗室惨遭血洗 史称侯警之乱 两母帝这位菩萨皇帝 在叛乱之中被困在宫里 最后竟然是活活饿死的吗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当年你是怎么爬上王帝的 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北魏当时已经分裂为东魏西魏 那东魏镇守南方的大将 就是侯警 可是侯警这个人 他跟这个东魏的当权派发生问题 所以说侯警这人一想说 南方想要灭掉北方 北方也想要灭掉南方 那我现在跟东魏的中央政府出了问题 那我不如干脆投奔到南方去 于是他就派人去跟梁武帝联系 到了公元548年 梁朝引狼入室接纳侯警的投降 结果处置不当引发侯警在江南掀起 一番惊涛骇浪的战乱 梁朝江山在风雨之中飘摇不已 只要有贤王的得名 有镇主的军功 有兵将如云的雄狮 就可以牟异了吗 就有一天侯警在走路的时候 看到有没有 车队走过去 风一吹把轿子的名吹起来了 里面做个小姐 好美啊 他又跟那种地长说 我要娶这个小姐 那你回去等消息 我来找你试试看这样子 问了三天之后来问 小姐可不可以嫁给我 不行不好意思 为什么他姓王 他姓王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因为高姓高能大姓 不能嫁给狐人 猴警因为这样心生怨恨 因为你这个北方刚刚来的 不管是那个旧的侨姓 或者无姓 对你都很看不起 因为你这个野蛮人的 没有文化 所以猴警非常火大 逃不到老婆 自卑感作祟的猴警 带着八百层兵 恭敬的健康 包围的台城 猴警的军队把健康城围了130多天 四个半月 最后把这个城给攻下来 软禁梁武帝 他也没有把他杀掉 猴警也不敢杀 否则你是弑君 不是罪 只是把他软禁起来 那么梁武帝 供应品越来越少 历史记载 他就口很渴 他就说我要喝蜂蜜水 人家不给他 他就发出喝喝的声音 乱成贼子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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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个音 就是他临死的时候发的音 其实是当时军队指挥的一种 指挥的一种语言 就是先进 就是先退后进 所以有人认为说 梁武帝到临死的时候 还是希望人家能够来支持他 把猴警灭掉 又或许 这时的梁武帝 终于可以不被打扰地修行 走入他向往的地方 公元549年 五月初二这一天 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 作画在宫殿里 终年86岁 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帝王 疑似因为皇后红杏出墙 竟然被活活气死 这说来也算是历史的奇闻了 这位仁慈又倒霉的皇帝 就是赫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的皇后冯妙莲 因为丈夫拓跋红 连年在外征战 常年不在宫中 冯妙莲凄凉地独守空归 这个时候有一名叫做高菩萨的太医 容貌英俊善解人意 他见到了冯妙莲的寂寞刻意勾引 从此两个人昭欢慕勒 不知今夕是何夕 后来东苍市拔萨文帝中期一生 都没有亲自处死冯妙莲 或许这对夫妻的感情 被外人能想象 而这一种感情 似乎也包含了嫉妒与宽容 更多北魏齐皇后冯妙莲的故事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皇上 您怎么来了 这个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说他们这一对书旗也真是怪异 孝恩帝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老婆给自己戴了一领绿帽子 而且这还是妹妹来跟哥哥讲的 当然就赶快回去 回去以后变成说皇帝夜审皇后 我还不如去死 那当时孝文帝听了两人的供词之后 连忙把皇后找来 那当时冯妙莲还敌死不认 可是孝文帝却派人在她的身上 收出一把三寸大的短剑 现在你又来害我 冯妙莲她是非常著名的 北魏孝文帝的皇后 那这个孝文帝如果讲到她 全面汉化这件事情 就是这段历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提到北魏的皇帝 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她 再来是一个灭佛的太武帝 对 那可是非常多人不知道说 在历史上唯一被老婆 我可以说是被老婆活活气死的 就是这位孝文帝 妖莲啊 你说我吗 那我们一般想出歌为你 可能就万念俱灰了 这里面就一辈子就念经算 没想到她还是心里面想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回来掌权 她就是可以称得上是 鲜卑主面最神奇的一个女性 这个能哭能笑 就请名叫妙莲吧 北魏延兴四年 也就是戏院474年的某一天 太师冯夕家诞生了一个女婴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 夏文帝的皇后冯妙莲 如何解释 新邦九世 新邦九世 幻影随响不能永恒 无欲无果 无欲无果 佛弥陀佛 虽然这个女孩子 并不得父亲的欢心 但十四年后 她却被自己的亲姑姑 当时的文明太后 看重赵敬的宫礼 这是一个就是鲜卑人游武民族的大家族 但是第一家族 当然是托巴士 跟河北地区汉人的第一大家族 就是逢是双方结合以后 生下来的后代的产业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是通婚合作 他们是这样的关系 像北魏孝文帝说要汉化 可是后来也发生就是 因为你汉化的文化 根据那鲜卑族的文化 产生纠葛跟抵抗 所以当时这个北魏不久之后 就变成分裂成西魏跟东魏 然后变成北溪跟北洲 那因为我们看好像政权上是 不是 其实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跟差异 他们不愿意接受汉化之后的情况 而变成这样的国家的动乱 那在这个时候动乱这么多 你一定要找一个 到众大大集团政治上面 能稳定自己的政局跟政治 所以当时的拓巴跟冯家就合作 就类似今天司马虾跟王室一样 这样才能够稳定这个政局 开出一个局面 当时北魏虽是向文帝拓跋宏当皇帝 但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文明太后手里的 那刚好就是童年龄的就是比他们这个冯家 就是比拓跋家高一倍 所以就把这几个女孩子送进去了 那么在这个在中国宫廷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鲜卑人的宫廷 他们比较不太讲这些东西 而且是冯太后她急于把这个刚刚成长的小孩的身边 全部都安排好冯家的女孩子 等于说冯家女孩子要把这个新的年轻的皇帝的后宫 把它给包下来 孝文帝对这姐妹俩是宠幸有加 他们凭着自己那双勾人的眼睛 那两片能说善道的脖唇 那娇滴滴的甜润嗓音 很快就让孝文帝对自己神魂颠倒 臣妾成翁宠爱不胜荣幸 只是妹妹妙怜 与臣妾自幼相伴感情至深 还望皇上今晚能驾临紫霞宫 以成妹妹心缘 原来皇上是因为姐姐才来紫霞宫的 那不如就按皇上的意思重回紫霞宫好了 莱妃 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朕今夜心情格外地好 你可不要扫朕的兴致 皇上 您还是回紫霞宫吧 不要让人家说 我这当妹妹的不如姐姐懂事 三人轻轻握握 形影不离 少年夫妻 恩爱眷勇 饮食坐卧都在一起 皇上 皇上没人要了 什么皇上没人要了 刘映在门外候着呢 她告诉我说皇上在紫云紫霞两宫之间 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 这姐妹俩也真是 两边都护着姐妹情分 把皇上让来让去的 最后皇上她自己也没了主意了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这姐妹俩真是胡闹 那那个孝文帝她那时候很年轻 所以得到这个姐妹话之后 她也非常的高兴 然后三个人常常在皇宫当中 就是只先鸳鸯补现线 姐妹俩就算这样在后宫站稳的脚跟 以后的日子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吗 好日子总是短暂的意识的 不知不觉一年时间已过 而欢乐的背后总藏着痛苦的泪水 她不分贫贱和富贵 就在姐妹俩忘情地陶醉于宫中舒适的 生活和权威带来的荣耀时 灾难却接踵而至 里面有一个那么在孝文帝的入宫以后不久就死了 那另外一个呢生了病 历史记载说她出疹子 那究竟是什么疹子 是天花呢还是什么麻疹呢还是什么 不知道 那只知道她皮肤上面出了很多疹子 那北魏的皇室认为这个可能有传染性 就把她不要了 那么送回她的家里面 可是因为这个人是有这个北魏嫔妃 皇帝的嫔妃的头衔 跟皇帝上过床 所以她也不能改嫁 那在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嫁 但是所谓这个出嫁 并不一定是要真的到庙里去把头发剔掉 这个叫做戴法修行 也可以 那冯妙年就是这样的状态 姐妹俩成军覆没了 为了维持冯家在皇室的地位 又会有怎样的腥风邪雨呢 可是这个皇后没有生南海 不子 那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妃子 于是冯妙年第二次入宫 忽然没多久 冯妙年就被孝文帝派来的大臣接近的宫 孝文帝很快就又败倒在这冯妙年的城下 没多久还被禁封为左朝仪 这个地位可是仅次于皇后 能够再一次回来 冯妙年当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去取悦皇上 这次我一定要接受上次的教训 我要让皇上离不开我 我就不信 一个活人还斗不过个死人 只不过冯妙年此时呢 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际遇的坎坷 那也开始对皇后滋味有所觊觎 没错 这一山怎么能容恶虎呢 冯妙年当初进宫的时候 是冲着皇后这个宝座来的 无论现在皇后是谁 冯妙年都要把她抢回来 可皇上不能只想着姐姐 让臣妾独守空房吗 真不想听这些 你快点出去 出去 出去 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行吗 同样是皇上的臣妾 我哪一点比不上我姐姐 你既然这样带我 我哪里做错了吗 所以说她就诉说了很多 这个冯皇后的 这样坏 那要坏 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历史当然没有明确记载说 她说了皇后哪一些的坏话 但是我猜可能其中包括就是 所谓行乌骨之道 就是用古乌术 因为这个才是中国古代皇帝最怕的一个东西 大吹枕边风最能改变人的观点 虽然这枕边风看似无形 却有比刀子还光亮的锋芒 姑姑 姑姑 你这是干什么 让皇上看见了多不成体统 皇上怎么能看到呢 自从姐姐走了以后 皇上已经大半年都没踏进紫霞宫半步了 妙怜 照理说你跟你姐姐 应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想过没有 为何皇上对妙园还是念念不忘 别老是埋怨皇上不来你这儿 你该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才是 我是我 冯妙园是冯妙园 为什么总拿我们两个做比较 放肆 女人之间的战争 恐怕比战场的凭杀来得更残忍 从此 这位北魏后宫最疯狂的女人 冯妙怜的身攻大戏 算是正式开场了 孝文帝推行中国化了 那他的第一步就是把 北魏的首都由平成 就是现在山西北部的大同 搬到洛阳 老实说这是一种 孤注一职式的 这是一种赌博式的做法 那么他搬来以后 他的目的就是想要以洛阳为中心 利用汉人的力量 然后去打南方 孝文帝的这个政治的野心 政治的报复是非常大的 他想要统一天下 皇帝领兵在外 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冯妙怜 能忍得住这样的身攻寂寞 于是他让心腹 是把以前帮他治过病 后来成为情人的高菩萨 带进了宫 宫廷里面它会有少数那种 就是不是幻观 可是因为有必要 出入宫廷的人 所以说这高菩萨 历史只记载它是中观 所以它实际上 他竟然能够跟冯皇后上床 而冯皇后又非常爱她 那可见他绝对不是太监 那也因此就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说 他是那种高级侍卫 或者是太医的那种身份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假冒的太监 很大 McKay 没错 也不帮助 主要再服两副汤药 给他全满 神医 扶小女起来 是啊 莫非神医独乐医 娘娘 扶我 神医不扶小女起来 小女如何起得来呀 很难 不不扶小女 然后冯妙莲是 她只要一心里有压力 比如说先生不在身边什么 她就会 那个皮肤病又会开始上升 所以后来 孝文娣她去外面征战的时候 冯妙莲宫中寂寞 那皮肤病又上升了 那因为她会治那个 治皮肤病的膏药 所以她其实跟冯妙莲走得很近 那因为她清不干净 然后所以皇帝又在外 那因此他们两个很快就好上 可是因为冯妙莲她本身 因为她也很会拉拢 大臣之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当朝廷有一批人 是非常向着她 即使知道她做了这些 见不得人的事 也没有把这个消息 走漏给皇上知道 你小点什么 明天一早皇上交外出微服私房 等皇上一早 我一定想办法请个好郎中 听说西城有个高菩萨 专治妇孺疑难杂症 等我安排妥到 我就悄悄把她带见公 看看能不能治好娘娘的病 那就有劳公公了 奴婢先退下了 这件事情怎么东窗事发 因为她在宫中跟高菩萨 就是处双入队 而且还同床 同床 同床共眠 就是已经是公然的事情 只是没有人跑去跟在外征战的 孝文帝讲 那后来是因为冯妙莲的弟弟 冯妙莲弟弟其实不学无术 然后长得也不怎么样 就是人品啊 才华什么 全部都不怎么样 然后她弟弟看中了当时皇宫里 有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寡妇 那那个寡妇她的身份是公主 可是这个公主就非常不齿 这个冯妙莲 公主就不愿意嫁 可是因为这个皇后的力量很大 就逼迫公主说你一定要嫁 那么这个公主一想说 我很难跟她对抗 想了一招 落跑 所以公主带着她身边的宫女太监 偷偷摸摸地驾着车子 跑到了南方就是去找她哥哥 到了这个跟梁的双方作战前线 见到孝文帝 孝文帝大师已经说 妹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 那么公主又一五一十跟她说 这个你的冯皇后如何如何 她非得把这个拖出来不可 一旦东窗事发 你我就该身败名列进入地狱啊 那你就断了这个仙子 我高菩萨保证 永远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就算是身败名列 我也不愿隔队与你的情人 一国之军竟被自己的女人戴的绿帽子 那孝文帝能善罢甘凶吗 冯妙莲是不是已经大获临头了呢 那当时呢她为了怕孝文帝有所动作 还特别派自己的心腹手下双蒙到军中盼望孝文帝 孝文帝其实也明白冯妙莲派双蒙来军中盼望的用意 但是呢她为了避免打草金蛇 假装什么都不知 那冯妙莲几次派双蒙过去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她就觉得 原来我的事情还没有东窗事发 哪知道孝文帝早就做好安排 那冯妙莲她一方面就是 怕皇帝知道之后会跑回来找她算账 所以她就赶快跑去问她 问她的妈妈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皇帝知道之后我该怎么办 然后呢 就是当时的女的妇人家 其实也想不出什么雄才大略的计谋 所以她们只能用最 就是皇宫里最忌讳的那种 扎小人诅咒的那种方式 就是诅咒孝文帝快点死掉 那你就不会受罚 那想当然了 这个这一招一定是没有用的 娘娘... 不好吗 怎么了 刚才柳叶来了 还送来一篮子苹果 糟糕 她会不会 她说让你好自为之 她肯定是听到了什么 因为涉及到那些私人的事情 孝文帝说好了 你们这宫女太监全部给我下去 一个人都不在 可是呢这个时候 这个皇帝还有一点害怕 他叫一个侍卫官武功高强 姓白的 空无有力的 说你过来拿着刀 说你站在旁边 等于说是 他怕这个冯苗莲 突然之间抱起来搞些什么鬼 那可是又心想说 这个家伙会听到 于是就拿了很多布 拿了很多 拿了很多丝绸 塞住他的耳朵 然后说 然后喊他说白将军 那个人听不到 OK了 你拿着刀站在一边 盯紧皇后 然后皇帝就跟皇后 两个人开始谈 你一定要查清楚啊 查得很清楚 拿冯苗莲他知道 他不能够对皇帝就是 抱怨或者是什么 他只能用流眼泪啊 什么这些方式 让皇帝心软 妙莲一定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求求你 看在我死去姐姐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次吧 姑姑 所以其实看他 梨花带泪的情形 孝文帝一度想要原谅他 可是他觉得这个绿帽子 实在戴得太严重 然后他后来还是决定 不原谅他 那不原谅他 可是因为孝文帝太爱他 他并没有立即废掉 他皇后的位置 心里旦放了 她把福尾沿废掉以后 她又到南方去拿杠 打着打着 他生病 病得越来越重 那就不得不回来 可是呢 还没有回到洛阳 她的病就非常重了 她已经感觉到自己 大概好 好不起来 很危急 危急之中 他下了一道命令 叫人连夜快了 回到洛阳 把冯妙莲杀掉 我不仅要当冯后 我还要当太后 我要当太皇太后 比你强的太皇太后 所以最后冯妙莲 是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被迫自禁的 一是喝毒酒 二是就是次白领自禁 娘娘 您自行选择了 我可是皇上的友章仪 我要去救这人 我是皇后 冯妙莲还不肯死 那么来的死者 历史有记载 在宫廷里面追着他跑 这个冯妙莲做我冲了那么多对不起夏文帝的事情 可最后还让他死的时候 按照皇后的礼节 葬在了长陵 在历史上真的很罕见 不要让人家知道他有个臭丸 我反而让他说 后葬你 那是你没有事情 那看起来是后葬的逢妙莲 其实上是告诉人家 我们和好无出 希望你以后继续跟我们正确合作 不要再你这个事情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非夏文帝可能考量蜀国事情 没有翻这个领域 要不然的话 按照一般皇帝来说 好像是翻例 要不然的话 说实话 这个没有男人可以忍受 不要说男人 女人也不能忍受这个事情 历史是一面镜子 梁武帝曾经用这面镜子 汲取了前朝的教训 取得了治国的成就 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的深处 他也成了一面镜子 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心 之所以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骑士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我是森伟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